DELTA ROBOT ONE 3D PRINTER RAPITAR HOSE 軟件應用方法 打開RAPITAR HOSE 軟件後 先設定有效打印範圍 去Printer Settings 去Printer Shape 去Printer Type 選擇Rodstock Printer 去Print Double Radius 打80 去Print Double Height 打180 完成後按Apply 選擇OK 即時有效打印範圍會變成一個主題 就是剛才輸入的半徑 高度180mm 這個尺寸 下一步我們設定一下 RAPITAR HOSE SLIDE 3R ENGINE 的參數設定 按一按Config Config之後 我們就應該彈到Slide 3R的設定窗 首先我們去Printer Settings Printer Settings 我們首先去Custom G Code 這個位置 我們跟著畫面 這裡 打 頭一個 G28 是Auto Home的指令 M190 S 這個 就是 噴嘴 預熱的指令 剛才我這個Cursor 按到這個位置 有一個提示 它就會解釋到 如何打這個 預熱溫度 這個指令的方法 跟著最後 有一個 G29 G29 就是Auto Back Leveling 測點平台的指令 打完這三句之後 我們看看 N Code 我們就跟著打 G28 代表打印完之後 噴頭就會 向上升 使三個軸 去到Auto Home的位置 接著 M140 S0 代表 將噴嘴 將溫度 設定0 代表 將它降溫 接著我們去看看 Extruder 1 在Nosol Diameter 打0.4 因為打印噴頭 是0.4 直徑 輸入 Retraction Length 第一個數字 打4 接著 ZLift Lift Z這個位置 打0.2 這個代表 我們希望 每次打印完成一層之後 去下一個位置 再打印噴嘴都會升高0.2 去下一個新的位置 再降回0.2 去繼續打印噴 我們可以設定這個参數 Speed 這個就是回抽 Retraction 速度是多少 一般情況之下 40 或者30 都可以的 接著 Extra Length On Reset 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代表 當我們做完第一個 Length 4mm的回抽 Retraction 之後 我們需不需要 當它 去到新一個位置 打印的時間 推翻多一些膠 出來 我們就可以在這裏設定 那我就希望 新的一個位置 再打印的時間 希望回抽 推多0.5mm的膠料出來 我就在這裏輸入0.5 接著 下面 Retraction Layer Change 我們要保持 預設膜認的參數 就可以了 其他 我們都不可以 不用做 接著 我們去 Filament Setting 這裡 Filament Setting 這裡 我們記住 一定要 除去 Enabled Auto Cooling 這個 我們一定要 除去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 Printer Setting 這裡 這裡 我們先上去 Filament 這裡 我們設定一下 打印材料的參數 包括什麼呢 打印材料的直徑 我們現在用的打印材料是1.75 我們輸入1.75 Temperature 打印的 希望的溫度是多少呢 Extruder 噴頭 我們希望第一層是200度 接著 以後整個打印功件 我們可以 温度可以降低 一點點 我們就在這裡 打190度 Back 因為我們沒有 Heatback 功能 在打印機上 我們就 抹印0 0 就可以了 然後 我們去 Printer Setting 這裡 點選 Layer Prinometer Prinometer 這裡 我們首先 選擇 Layer Height 這裡 打0.2 我們也希望 這個打印功件 Layer 就是0.2 一層 First Layer Height 這裡 墨型用0.35 就可以了 下面這些 我們都是墨型 就可以了 In Fill In Fill 這裡 我們全部都是用墨型的設定 速度 這裡 也是 Scurt and Beam 這裡 我們也是用墨型的設定 Support Materials 這裡 就要看你們 那件工件 需不需要 它有沒有一個 圓空的結構 在這裡 如果有的話 你就要點選 這個 Generate Support Materials 這裡 接著 Advanced 這裡 Advanced 這裡 我們全部都是用墨型 就可以了 那大家如果玩得熟一點的話 就可以 在這些 這樣的 調節 這些參數裡面 再慢慢調整 完成設定之後 我們就按 Save 這裡 你可以選擇自己獨立的名字 我們不選擇 按 OK 完成之後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Slide 3Models Engine 裡面的參數設定 接著我們就去 Object Placement 這裡 按 Add Object 我們就選擇一個 一個工件 選擇了 來 我們就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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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 對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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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拉動 Last Layer 這條拉桿 我們就可以看到每一層打印的結構 它就會 preview 出來給你看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位置 preview 的窗口 看看它計算出來的 G-code 路徑是否正確 不正確的話我們再修改 我們那些 Slide 3 和 Engine 裡面的設定參數 完成之後覺得沒問題 我們按 G-code Editor 我們這裡有個 Save 按鍵 我們按一下 它就會問你把這個 G-code 檔案 Save 到哪裏 或者它的 file 名叫什麼 我們打印Test 1 我們把它改名叫 然後傳檔 我們就完成了在這個 Repetal Host 把這個 3D Model 切層變成 G-code 檔案 我們打開 用 Test Editor 打開這個 G-code 檔案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 G-code 是全部 G-code 的指令 我們可以檢視一下這些 G-code 指令是否正確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檔案 直接抄到 SD 卡裡 然後我們看之前一個 SD 卡打印的視頻 就可以直接操作 在打印機上面操作打印這個檔案 如果你要通過 USB 打印的話 我們就需要按這個 Connect 鍵 連接打印機 接著我們就 Start Print 按 Start Print 我們就可以通過 USB 打印這個弓件